大家好,这里是谭尼富的胡说八道,我是谭尼富 今天的题目是马云只是被剥夺了蚂蚁集团的控制权 经济利益真的不受影响吗? 中国历史上的首富为什么下场都不太好? 那么第一件事我们先聊聊这个蚂蚁的这个 这个马云被剥夺了控制权这个事啊 我看了一下散人的视频 他说这个暂时他的经济利益还不受了影响 这个实际上的新闻是这样的 新闻是说蚂蚁的实控人,也就是马云 然后马云还有一些所谓的叫一致行动人 叫景贤栋,胡晓明,蒋芳 这些人呢承诺终止在杭州云波投资 咨询有限公司的一致行动关系 并将他们持有的这个杭州云波的股份 转给蚂蚁集团管理层,员工代表和包括马云在内的十个自然人 这些自然人以后将分别行使独立的股份表结权 那这件事肯定是为了解决蚂蚁集团被不允许上市这个事 对吧 那么可能马云这边让一步 或者说被要求让一步 那么政府那边让一步 最终呢蚂蚁集团可能能上市 大概是这样一件事 所谓的控制权和一致行动人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呃 这其中 马云的股份并不能占到绝对多数 呃 从利益分配上 马云的一些这个 一致行动人 就是他的朋友或者他的下属 也占有股份 这些人呢 承诺过 不管马云投什么就投什么 所以这些人合在一起 加上马云的股份是超过51% 所以马云对这个蚂蚁集团本来 蚂蚁集团本来是有一个绝对控制的 那么经过了这么一个变化 马云的股份可能没有受到影响 份额还是一样的 但是马云就没有了这个绝对的控制权 呃 散人的意思是说 暂时不会影响他的经济利益 其实呢 我觉得还是会影响 当然 未来马云会不会再继续放弃他的股权 或者说 呃用一些比较低价的 就就卖出股权 或者怎么着 转让之类的 这个还不确定 但仅就当前只是失去了实际控制人这件事 会不会影响马云的利益呢 其实我认为还是会有的 因为实际上 呃如果你开过公司 你就知道啊 就是呃 我记得这个穷爸爸富爸爸 他里头有个理论就说 你为什么要开公司 因为开公司可以避税 呃因为我们不管是你开 就是你作为一个老板 做个生意 还是你是个普通人 只要你从一个生意里头拿到钱 发工资 都要交税 对吧 比方说一个企业有利润 然后给你 给老板发了一个分红 或者说 就是我是个普通的高级员工 我挣工资 这都是要交税的 分红是要交税的 那这个 我发工资 其实每个月都有个人所得税 对吧 然后分红啊 或者是一些股权投资 还有一些别的税 不一样 但是反正一句话 就是只要把钱 先从一个公司 发给一个自然人 这就要交税 然后呢 这个自然人去买车买房 还得交税 那么 所以事实上呢 在曲妈妈 富妈妈那本书里头 讲的 呃就是挣钱 或者说叫理财的101 第一条就是 你先开家公司 你有什么消费 你不要用个人名义去买 其实呢 这个是很多开公司的人啊 一个一个常见的做法 就比方说我要买辆车 我如果买这辆车呢 挂在我个人名下 首先这个买车款 比方说我就得需要公司 给我发20万的奖金 假设我要买辆20万的车 大老板一般可能不买这么便宜啊 比方一百万的车 那这一百万就是很大一笔钱 首先从公司账上支出一百万 发给你个人就已经很麻烦了 然后还得交税 这个税也不低 呃等到你拿到这一百万的 或者说你目标是一百万去买车吧 那可能得掏一百五十万 或者更多的钱 才能去把这一百万拿到手 拿到手你去买车 其实还包括一堆税 然后你养车的过程中 其实你只要花在养车上的钱 其实本身上都在交消费税 你买车也要交消费税 等等各种税 那么你就会发现 你其实就是为了一百万一辆车 然后一个月的 呃多少钱的养车费 包括你可能要雇个司机 就是养车的费用 比方说一个月三万五万的养车费 和一百万的这个 但实际上你 从公司里头要发给你的钱 如果就是为了cover这笔钱 其实加上税可能得两三百万 对吧 呃就第一年吧 咱们不说后的的了 那 但是有另一个做法的什么呢 就是说 呃我用公司的名义去买这辆车 那么这辆车呢 就算公司的成本 呃 公司给老板一辆车开 这也是公司一种成本嘛 对吧 很多公司都给老板 或者是给那种高级员工 车开 对吧 而不是给他一笔一百万 让他自己去买辆车 对吧 给他一笔一百一百万 去买辆车 大家就呃 税就交的很多 那或者再举个例子 比方说 我作为老板我要买个房 这个房值五百万 那这五百万本来是 给我这五百万就要交税 然后我买房还有一堆税 但是呢 本来我这个公司比方说 今年挣了一千万或者一个亿 那我把这五百万算作公司财产 就是从公司去支出买这房 等于我的成本多了五百万 对吧 呃 那这成本多了五百万的话 我这个一个亿交税就少交一些 呃 那么如果我可以把老板的 各种奢侈的消费 都扔到这个公司成本里头 其实就等于是要帮公司省税 这是既有利于老板 个人也有利于公司的一件事情 所以很多的这个大款啊 或者说老板啊 他很多的这个财富啊 他不是放在个人身上 他是绑在公司上的 呃 我我现在今天做辆豪车 但这辆车其实并不是在我个人名下 而是在我的公司名下 我今天住了一栋豪宅 这个豪宅可能也放在我的公司名下 既可以给公司呃 节省成本呃 就是这样呃 就是提高成本 提高账面上的成本 其实只是为了我个人享受 对吧 然后同时呢 又降低这个要交的税啊 当然这个呃 税务机关也有一些方法去规避这个 但是这都是能做的事情 所以你在看一些这种呃 比方说香港台湾的那种呃 现在这两年可能也有吧 我我比较老了 对吧 年轻 我年轻的时候 香港台湾很多那种呃 商战片啊 经常就会出现一个问题 比方说我本来是这家公司的大股东 我赚51% 但是中间呢 因为呃 或者有点像马云这个事 就是我还我这个51实际上是加上了我几个比较好的合伙人 对吧 我们合在一起占51% 但是呢 有一个想敌意收购的人 他已经收购了我的大多数的股票 然后他同时呢 又去把我的几个合伙人 都我不知道 他把我几个合伙人私下买通 于是 比方说我只有30% 加上我两个合伙人 我能占到51% 对吧 他把那些人都偷偷买走 其中他就变成70% 实际操作不会这么简单 但大概这意思 然后呢 按理说我只是失去了一家公司的控制权 但是这种公司异味的时候 虽然我还应该有资格拿到分红什么之类的 对不对 但是很多时候 你会发现他就要从他的豪宅走出去 他的跑车也被收了 他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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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车也被收了 他的这个这个保姆车也被收了 呃 其实是这样的 所以你就会想 你就会大概能想象 比方说像马云可能是有森飞机的 马云有那个 他坐的那个车也不便宜啊 他坐的车是 虽然不是劳斯莱斯 呃 应该是麦巴赫对吧 也是非常之贵的车 不比劳斯莱斯便宜啊 你到看配置具体 私人飞机也非常贵 那这些东西 大概率都不会在他个人的账上 对吧 虽然马云这么有钱的人 他肯定 在个人的账上有很多钱 他可能在什么什么开卖啊 什么呃 什么什么 各种壳公司啊 他在海外还肯定有钱 但是呢 呃 他的很多在中国大陆享受的这些 这个这个东西 有很多可能不在他的名下 可能在蚂蚁金服啊 或者蚂蚁集团啊 或者是在阿里巴巴啊 所以蚂蚁的这个 这个控制权异味 有可能会影响这件事 因为事实上 实控人 他是可以操作 呃 谁当总经理 然后下令说这个资产本来是公司的 现在本来是服务于原董事长马云的 现在服务于新董事长或者服务于谁 实际上是可以干这件事的 所以说呃 并不是说真的不会影响到利益啊 还是会影响到利益 但是总的来说呢 如果他的股票没有呃 被剥夺的话呢 他的股股股份上的利益还是在的 这个当然是是更大的一块 相对就是对于蚂蚁这么大的一个集团来说 对于马云这么有钱的来说 一辆跑车呀 呃一辆这个这个麦巴赫呀 呃一个房子都都不算大钱 都是小钱啊 那下面呢 我想给大家讲讲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首富 和他们的下场啊 呃第一位是陶朱公 这位下场非常好 呃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陶朱公啊 陶朱公其实就是范离 范离啊 范离呢 实际上就是越王勾建的合伙人 你可以这么理解成 就是越王勾建有最重要的两个大臣 一个是范离 一个是文仲 那么越王勾建 大家可能听过这个故事啊 就是他呢 呃当年被吴王打败以后呢 他就卧心尝胆 呃力求复国 在这个时候他有最重要的两个 两个大臣 一个是范离 一个是文仲 文仲给他献了很多计策 范离也帮他做了很多事情 当越王勾建成功的复国成功 而且打败了吴王以后呢 这个范离呢 呃说了一句 到今天 呃还有名的话 呃还有名的话 呃叫飞鸟进 梁公藏 狡兔死 走狗烹 他这话给谁说的呢 他给文仲说的 他说什么呢 他说这话什么意思呢 他说咱们这位大王啊 勾建是可以共患难 但是没法共安乐的人 就是文仲啊 你赶紧跟我一样辞职吧 你再继续在大王的手下当这个权臣啊 你可能没好下场 文仲呢 不信 文仲觉得说 你看我和你呃 对大王有这么大的贡献 我怎么会没有好下场呢 结果呢 勾建后来是怎么着呢 后来勾建想 你文仲这么聪明的人 当年给我献了十册 十条计策 呃就是很毒的计策啊 比方说我们呃 去找吴国借稻米 借完了以后呢 我还还稻米的时候 我还那种煮熟的稻米 但吴国一看这个稻米煮熟了以后 看着很大嘛 就以为这是好稻米 然后就留种 留种就是明年就不种他自己的稻米 呃就是稻种了 种这种看着很大的稻种 结果这煮熟的根本种不出来嘛 结果就造成吴国的灾荒 呃文仲提了很多这样的十条呃 复国强兵之计呃 也是用来坑吴国的 但是勾建想说 我们才用了三条就赢了 那你现在的七条 你要再再去联合一个新的吴王 呃或者说吴国的一个一个贵族 或者别的王来来找我怎么办 所以鱼王勾建后来就把文仲给害了 害死了啊 那 这个范里呢 离开了这个鱼王勾建以后呢 他就开始经商 呃 他去着这个山东的一个叫陶的地方 所以他后来就叫陶诸宫 呃 司马迁很称赞范里啊 在司马迁的这个书里头 好像也没有讲谁 呃经商成功啊 但是他讲过范里 范里是经商成功的 司马迁曾经说过范里三千皆有荣民 就是范里在陶 呃在猪呃 陶这个地方 曾经搬迁过三次 但做生意特别厉害 他有各种呃 用今天的人牵强附会 可能说范里掌握了现在的这种呃 高买地呃 这个高卖低买啊 就是掌握市场规律啊 甚至垄断啊 就是这就传说出来的东西各各种各样 但是呢 我觉得以范里这么古老的这么一个这个这个历史啊 呃 除了司马迁讲的一些东西以外 可能你能相信的不多 但是在范里的故乡啊 有各种各样的传说 包括范里走的时候是带走了西施 两个人过上了这个呃 非常幸福快乐的生活等等等等 这都是传说 甚至呢 据说后来齐王邀请范里为相 他干了三年以后他就辞职了 把相印归还了齐王 然后散建了在齐国的家财 呃 然后继续去做生意 那范里基本上是中国历史上 对商人最美好的一个想象 呃 但是这个商人他也是个 某种程度上红顶商人 虽然他最后经商的时候 他已经没有官职了 包括他就齐国为相 他也只做了三年 但是呢 他可能是曾经登上过很高的位置啊 比方他在勾建那边也接近于相位啊 就他他登过很高的位置 他懂得这个一个国家怎么治理 所以他在商业上有一些奇谋 那么 范里是一个好的故事 后头就没好故事了啊 后头都是下场很惨的 呃 在下头我讲两个人 一个叫邓通 一个叫石虫 邓通这个人呢 其实好像就是富可敌国的这么一个故事的来源 这个事很好玩 就是汉文帝啊 其实我们以前说文景之志 对吧 那觉得汉文帝是一个 呃 明君 但汉文帝呢 呃 历史上也有一个邓通 这个汉文帝呢 做了个梦 梦见自己 爬 想往天上爬 就是想当神仙嘛 爬不上去 但这个时候呢 有一个黄头狼啊 推了一把 他就爬上天了 所以汉文帝觉得说 哎 好像我的命中需要这么个黄头狼 他呢 就把这个梦里头的这个黄头狼的样子呢 呃 就是说 慧影图形 然后就寻找这个人 就找到了这个人 叫邓通 这所以你听着邓通不就是运气好吗 不是 邓通这个人很厉害 他呢 当然是运气好 然后获得了汉文帝的欣赏 但是呢 如果你不会来事 就是你得到的这种欣赏也没有用 对吧 那以后都怎么办呢 那邓通是历史上 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个宠臣 或者叫宁臣 原因就是他会来事 他最会来事的故事叫什么呢 呃 叫允庸 试治 这个庸啊 就是 就是类似于这种这种 农包 呃 痣 痣疮疮嘛 也是一种农包 然后试就是试毒停生的那个试 就是那个 小牛啊 试毒 呃 老牛舔那个小毒子 试毒 所谓的允庸试治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汉文帝呢 得了一个疮 这个疮好像还在屁股上 就很恶心 但他疼啊 痔疮这种东西 你知道得了就很疼 坐那就疼 然后呢 各种不舒服 然后呢 邓通就说呢 说我啊 听说呢 你这个疮啊 用人的舌头一舔 舔完了就舒服 汉文帝说 那你能舔吗 这个邓通就去舔 舔完了汉文帝就觉得 哎呦 特别舒服 这时候呢 太子也在旁边 汉文帝的意思就是说 哎 你看你看 我这个邓通这么孝顺 我这亲子儿子 能不能也来舔两下 这个 你想做太子子 哪受过热苦啊 心里头就 就恨邓通 就觉得你他妈 怎么那么恶心 对我爹比我还 就是那个孝顺啊 其实我知道 你他妈是个坏人 所以呢 这个太子就恨上了 这个邓通 但是 这有个很好玩的故事 文帝呢 让一个相士 就是一个算命的人 去给邓通算命 这个人呢 算出来邓通呢 必然会贫穷而死 而且是饿死 汉文帝这么喜欢邓通 一方面是你看 这梦中之人 对吧 梦中可以帮我登仙之人 而且确实对我很好 屁股上长个窗 这么恶心的时候 他都帮我舔 所以汉文帝就说 那我送一座铜山给你 在中国历史上 你能拥有铜山 因为中国历史上 铜就是钱呀 铜只要铸成钱 那就是 那就是钱 就是硬通货呀 中国历史上 大量的流通的是铜钱 所以铜山一般来说 都是所谓的 国家战略资源 是不可能给个人的 但是汉武帝就 汉武帝就把这个 就把这个铜山啊 铜矿山赐给了邓通 邓通可以造钱 所以邓通钱就流通了 就是说 这个事儿 等你就是说 今天假设或者说 或者中国或者英国 有个人特别受宠 对吧 国王啊 比方说 当然英国国王也不行了 这个国王就说 你 我把这个造币厂 送给你一个 你可以自己造钱 这他妈不是 破坏这个金融秩序吗 但是汉文帝 当年就这么喜欢邓通 所以呢 邓通当然会有钱 因为他能造钱呀 但是呢 这个邓通的好运 到什么时候结束呢 你应该能想到 就是汉文帝一死 太子一继位 就看不上这个邓通了 随便就找个理由 就把他杀了 还不是把他杀了 就是把他的家产全部剥夺 他还真的是饿死的 所以中国古代有很多 这个历史故事啊 我是不太信 这个这么准 但是呢 他有很多故事 确实听起来很讽刺 就是这个相事 觉得邓通会饿死 算了邓通的命是饿死 皇帝觉得 我给你做铜杀 你还能饿死吗 但是皇帝也没想到 说我死了以后 我儿子不喜欢 这个人怎么办 哎 你这是不是想到了一个人呢 哎 我今天倒是没准备讲他 但是你可能 你可能也想到了一个人 叫什么呢 叫纽古鲁士和珅 对吧 和珅其实也是这么个故事 就是和珅 深得这个乾隆的宠性 宠爱啊 甚至有人会怀疑他俩 是不是有点什么 男男之情 但是无所谓 那么 在乾隆一朝 和珅是富甲一方 非常有钱 但是呢 你跟乾隆这么好 你跟 这个乾隆的儿子 不行 嘉庆不行 嘉庆在当太子的时候 当然 当然 他也不叫太子了 他应该是那个 他应该没有 当时那个 清考可能没有 直接说他是太子 但是大家都知道 他应该是太子 当然他也是先当了皇帝 呃 再真当皇帝 因为乾隆当过太上皇嘛 就是在这个 这个皇帝 嘉庆 嘉庆没有这个登基之前 或者说没有真正掌实权之前 对和珅也是非常喜欢的 或者说非常尊重的啊 非常敬畏的 但是呢 呃 乾隆一死 呃 好像十天吧 就把 就把这个 和珅给干掉了 对吧 而且把他的财产全部没收了 所以这个 这个邓通 其实就是 呃 汉朝版的 和珅 你可以这么理解啊 啊 他可能没有和珅 那么会做生意 但是他也 他有那么有钱 因为和珅 毕竟没有住币权 那 到了这个 这个三国两进 南北朝 呃 到晋的时候 有一个人呢 叫石虫 大家可能听说过石虫 是说石虫和一个叫王凯的人斗富 啊 这个故事 我就不想细讲了 就是这个斗富有好多细节 比方说 举个例子 王凯跟石虫斗富没斗营 没斗营 就是家里头各种装饰啊 你家有钱 我家有钱 那王凯就想说 哎 我怎么斗呢 据说王凯的这个老婆啊 或者说朋友就说 你去求皇帝啊 皇帝是叫司马延嘛 当时的皇帝是司马延 你就求皇帝去给你 刺你根珊瑚 这个东西啊 贵得要死 然后皇帝也没几根 对吧 都是都是进贡的 你知道今天的珊瑚 可能也不便宜 但是古代呢 采珊瑚啊 据说有的采珊瑚 它是这么采的 他可能 今天我发现了 这一块好的珊瑚 我呢 就把那儿 呃 做个记号 或者怎么着 等到过了 呃 过了几十年 等到我孙子 他才真的把他捞出来 就是因为 这东西生长很缓慢 就找到好苗子 不是说你随便浅水 就能搞到的 你知道 呃 是这么 而古人的浅水 跟今天又不一样 对吧 古人没有这个 各种浅水设备 所以呢 你找到一个 不是说你随时的 就能看到大珊瑚 好看的珊瑚 你找到一个珊瑚苗子 可能就得 就得这个家族 采珊瑚的家族 就得养个多少年 等着他成熟 然后最后把它去卖掉 反正就是一个 很难的事情 就很贵 结果这个王凯呢 从皇帝那儿 求了一个珊瑚以后呢 给石虫扇 你说 见过这东西没有 这东西可是进贡的 对吧 石虫呢 拿了个东西 啪一下 拿一个铁棍 啪一下 就把这个珊瑚打碎了 王凯就惊了 说我是从皇帝那儿 求了的 你给我砸碎了 结果石虫说啥 说这玩意我们家有的事 我们家还有大的呢 你挑个大的回去 王凯拿了个大的 还给皇帝 皇帝一听 卧槽你这么有钱 但是石虫本身也是 这个司马延的一个宠臣 所以呢 他们俩 其实就等于司马延的 两个宠臣互相在那儿 王凯好像是他的国舅 反正这俩人都是宠臣 所以他这俩人就互相斗 还有一个很有名的 石虫豆腐的故事是什么呢 就石虫有一种玩法 就是说 他们家呢 有很多美女啊 叫美人 但是呢 他呢 就就就甩派头嘛 就说让美人去劝客人喝酒 但有的人不喝酒 呃 结果呢 当时的名人啊 也是高官王导和王敦去做客 呃 这个呢 王导不喝酒呢 不爱喝酒 但是呢 为了美人啊 因为石虫说的是 你这个美人劝你喝酒 你不喝我就宰美人 他这方法劝酒 真是全天下第一啊 今天可能也没人能 再有钱也没人能仿效 这种这种劝酒方法了 王导呢 不爱喝酒 但是呢 为了美人 就是说别杀美人 怪可惜的是吧 那么 但是王敦呢 这个人就很倔 说我反正就是不喝 结果石虫就连杀了三个美人 那么 你有兴趣还可以去看啊 其实油管上还到处都有 石虫豆腐的这种文章啊 和这个视频 这个这个还是中国历史上 非常有名的一个人 但这个人呢 他后来怎么倒霉的呢 就是司马炎之后 那个司马伦 他呢 就等于是造反啊 或者说他是这个 这个你知道在司马一家 就是晋朝是非常乱的 这个非常非常乱 司马伦呢 诛杀了这个 诛除了这个假式的专权 就是司马炎的皇后吧 然后呢 司马伦有个亲信叫孙秀 孙秀也是因为一个美人 好像叫绿珠 他喜欢这个石虫的一个美人 叫绿珠 石虫不给 孙秀因为这个事呢 就就就就就记恨石虫 最后呢 就找了个罪名 就把他给诬陷 或者叫陷害 就杀死了 那么 石虫这个人 他怎么会这么有钱呢 这个就很好玩了 石虫叫做百道银生 以至于基财如山 他是一个捷道的 这个故事听着就很神奇了 他是靠捷掠各种这个路过的这个行商客人 他挣到了钱 原来呢 石虫自己也是司马炎这一朝的官 但是呢 他又捷道 所以你就发现他其实是一个官方的道匪 就是他有官职 但那头是个道匪 他呢 虽然干了很多坏事 但是呢 因为他也是司马炎的宠臣 所以他就没事 可是 诶 换了一代 换到司马伦这个时候 这个政局发生变化了 司马伦这帮人掌权 司马伦的亲信 孙秀掌权的时候 诶 石虫就被杀死了 再下来我讲一个人叫沈万三 但沈万三我们就不细讲了 因为我之前刚好看过一个叫顾承的文章 顾承的学者的文章 他这文章叫做明朝没有沈万三 这是来自于他的一本书叫顾承文史杂记 为什么呢 他说这个沈万三的故事应该是编的 按照他的考证呢 就说沈万三这个人是存在的 但是呢 他大概应该他的整个 他的这个人生都在元朝 就他应该死于这个明朝创建之前 所以所谓的跟朱元璋啊 有什么帮朱元璋盖城墙啊 什么富可敌国啊 帮朱元璋印钱啊 还有什么被朱元璋记恨啊 然后被灭了这些事呢 可能都是编出来的 千强富贵 沈万三的后代确实是 在明朝 但是呢 也没有那么有钱 就是只是当地的一个比较有钱的人 这个我倾向于啊 就是这个 现在的这些文章可能会更靠谱 虽然 事实上是有很多电视剧 有很多这个 这个这个娱乐作品 渲染这个沈万三是多么多么的有钱 多么多么的有意思 我记得好像那个谁还拍过一个 但是我也没看 我只是在抖音呢 或者在哪经常见到 下面我讲一个 叫做明清的几大商帮 其实当然又 号称有十大商帮 五大商帮 各种说法 说法 我主要说四家 最有名的四家 晋商 灰商 月商 和朝善商帮 这个晋商呢 这两年可能也是因为影视剧的原因 还有什么什么 王家大院啊 什么这山西的这种 山西的这边的这些这种 晋商的遗址 包括讲的这个票号文化 现在大家可能对晋商都比较了解 那晋商呢 他当然也不光是这些了 他也有些别的事情 但最主要的 可能今天大家知道的是 他当年是有点类似于中国的早期银行 他这个票号有点像银行 这个票号这个事的形成呢 我后头讲嘛 我把这几个商都讲完 再讲这个票号形成的事 我自己读历史读的也没那么多 但是我读完了以后 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很好玩 可以听起来是可以融会贯通的东西啊 挺有意思的 那么灰商呢 是另一家 晋商呢 主要是票号 灰商呢 有各式各样的 有一部分是盐商 有什么的 也有各种各样的 就是各种各样的南方的一些 这个资源的东西等等等等 再下来呢 是月商 这个月商就是广东商人 广东商人最最辉煌的 实际上就是十三行 就是因为以前是 在这个 在这个鸦片战争之前啊 所谓的中国的通商 只有一个地儿 叫一口通商 就是广州 广州呢 这个通商的所有任务 当地政府又交给了十三行 十三行呢 你可以理解成十三家这个大商人 他们呢 跟这个外国人做生意 这样的话呢 官府也不用跟外国人打交道 普通老百姓也不用 不用跟外国人打交道 所以呢 就是说十三行 他们垄断了和外国人的 这个这个交往 所有的事 就是高级买办嘛 就是这个 所以他是中国在近代历史上最重要的一帮商人 因为他跟 包括鸦片啊 包括包括鸦片以外的一些正经的东西的商贸都跟有关 其实中国有大量的东西要输出 比方茶叶啊 瓷器啊 呃 当年在在这个清朝的呃 末期他也是有的 然后还有一些买进来的东西 对吧 买进来的东西 然后还有鸦片 再下来是潮汕商帮呃 特意的把潮汕商帮提到的原因就是说 他其实跟近海有关系 其实近海以后呢 呃 在明清的近海之中呢 就出现了海盗啊 出现了这种走私 那我们的改开以后 其实大家也知道福建呢 呃 厦门啊 沿海一带啊 包括潮汕啊 也有各种各样的走私 包括可能你看过这个 呃 王硕的橡皮人 他讲的其实就是去买走私电视机的这么个故事 呃 在改开的前一段 包括其实可能我们可以包括说赖昌兴的这个走私室友 也是呃 这个算是一个部分吧 就是说当中国经济很差的时候 很多外国的商品 呃 包括石油等等都是紧俏的东西 但是呢 中国整体的呃 跟外国的这种正常的通关的交易还很落后的时候 走私其实起到了 其实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对经济的影响的时候 这个时候潮汕商帮也好 后来的福建人都是怎么就把那一拨人都 他们其实是这个 你可以说是有一点underground 甚至有点非法 但是他们是呃 整个经济活力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呃 在在那个年代买进口电视很多都是走私的啊 进口汽车很多都是走私的 呃 当然还有些别的 不光是这些东西了 那 我们又不得不提到盐商的问题啊 呃 扬州的盐商是最有名 但是扬州的盐商其实就分进商闪商灰商 呃 其中一半是灰商 所以刚才聊灰商的时候再说这个事 那呃 重点聊一下 刚才其实我们也讲了 13行他本来就是一个官营垄断 就是只有13行的能跟外国人做生意 这就是官家规定的 那福建商帮或者说 潮汽商帮他就是反过来 就是他是官家不允许你下海 但是沿海的这帮人呢 他们又地处贫瘠 不做生意也没法活 呃 所以这是一个特例 但下来说进商灰商 他其实呢 呃 他是跟官家的关系是什么呢 就是呃 比方我们说说到盐商 盐呢其实是一种 呃 在中国古代 它是一种 是一种这个专 专营的东西 到今天也是 其实也是专营 呃 那么专营的这个东西呢 它其实是一种官营垄断 呃 在中国古代有一个 有一个文章叫盐铁论 盐铁论的意思就是 这些东西要 要不要官营 要不要就是做垄断 或者做这种 包括中国现在的 比方说这个 我们知道这个香烟上都会写着 叫什么中国烟草公司 专营什么之类的 呃 就是这不是随便能买卖的 你必须得拿到一种某种资质 那当年的盐商这么有钱 所有的盐商都需要盐引 盐引其实就是看你跟官 官家的关系是什么 呃 获得这些商人跟官家获得好关系的方法有很多 比方说朝廷缺钱的时候 要赠灾呀 或者是要修什么水利呀 你去捐钱呢 或者比方说呃 乾隆下江南呀 你去捐款啊 就是有各种各样的方式 还有很重要的呢 他跟进商和徽商的呃 成功有很大的关系 或者说这个盐商和这帮票号的成功有很大关系 就是说在呃 特别是清末的 或者说清中期清末的一些呃 巨大的战争 比方说格尔丹啊 呃 比方说这个各种的那个战争的时候呢 他其实出现了一些问题 就是说呃 中国人嘛 往往都觉得好像呃 当然特别是我们解放以后啊 往往都觉得什么政府搞什么事情搞得好啊 呃 老百姓搞不好 实际上不是这样 就是实际上 在清朝就出现这个问题 就是说你要让政府军 或者比方说官军压粮草 从一个比方说有粮食的地 比方说从江南送到干陕去打仗 或者送到哪去新疆去打仗 这个中间有巨大无比的损耗 对吧 你知道这个推车 首先人就得人吃马胃 对吧 这帮运粮的这个这个这个兵啊 或者说农夫啊 可能争的是摇曳嘛 就让一些农民来干 或者是用一些兵来干 这帮人也要人吃马胃 但是后来呃 清朝人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就是他发现啊 就是反正全国各地都有商人 就是谁能解决粮草问题呢 我就给你盐引啊 或者说就是你来帮我解决一些军事上的问题 我给你盐引 所以有些盐商呢 他是在帮政府解决押运粮草的问题中间 他发了大财 他怎么发财呢 他其实的做法就是很商业化 就是他不一定非得从比方说江南买买米 他可以直接在甘肃买米 对吧 钱是可以流动的 钱的流动比比粮食的流动更快 但比方刚速的粮食不够了 自然还有一些呃 这个运粮的这个 就是就是他们的做法就是说 我与其从一个店 千里送粮 我不如我通过了解哪个地方粮食多 哪个粮食少 最终还是通过呃 各种小商小贩 各种他们自动的把它送过去 这实际上就是 这其实比较符合亚当斯密的呃 或者说我们现代经济学的理论 就是说你不是 你不是真的 但是反正他怎么解决 其实就是政府就不用管了 如果这个事如果政府来做 他往往就是想 那我从这儿征粮 然后我就把它千里送过去 实际上不是这么做的 就是反正粮商他有办法 呃 这些大商人 他们通过高效的 你比方说政府 从千里之外送粮 可能送过去了 要送几个月 然后粮食也都剩了 只剩三分之一了 甚至只剩五分之一了 那如果他能够更高效的解决 就是说 把送粮成本降低 而且送粮速度变高 那么政府其实是乐于 给他们一些利益 就是盐引 就把盐引给他们 在这个过程中 能够牵动这些军粮的这帮人 呃 或者别的军需用品 对吧 呃 能够帮助政府去 其实打仗就是打打后勤 呃 打打这种 呃 这东西 如果这东西不够 呃 就会出现一些在 比方说我们在朝鲜战场 呃 一开始可能 呃 军需部门和财务上的 不理解 呃 不懂 呃 或者说一些什么原因吧 在朝鲜战场上可能就 呃 棉衣送不上去 或者说采购的棉衣就不够 那有些 有些这个战士可能收不到棉衣就直接冻死了 或者说棉衣到晚了 对吧 那其实你在任何战场都是这样 那个粮草 呃 一些这个包括甚至包括一些武器弹药 对吧 这都需要人来送 这个兵呢 呃 他不吃饭 他肯定是没法打仗的 对吧 他吃饭肯定比普通人消耗的还要大一些 因为他需要吃更好的东西 他才有力气打仗 那么 晋商的这个故事呢 我最早听到以后呢 晋商当然也跟这个几场战争有关系 呃 其实也是同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呃 当然晋商的很大作用也是帮助这种在全国行商的这些商人 有了票号以后你不用带现银了嘛 你可以用这个 这种纸币 呃 或者叫叫做这种这种银票 那其实我在看那个呃 十字军东征啊 他大概我忘了是有一个歧视团还叫什么 就是欧洲的这种银行系统呃 这套体系也是这么建立起来的 就是说你十字军东征的时候 比方你成功了 你打下了一些东西 有些金银财宝 你把它都运回到家里头去 这是很痛苦的 或者说你呃 你东征的时候呃 你你这一路上 你带着各种各样的资种粮草 也是很痛苦的 但是你就算带了很多金银也很痛苦 那么当十字军东征经常打来打去的时候呢 有些人或者有一些这个现在银行的前身 他们就想到你在我的这个节点 比方说在欧洲的一个节点 你把这个呃 一些金银一些财宝存在我这儿 换成我的银票 或者呃 在在在在在在欧洲叫什么 我忘了 换成一种一种银行的这种 这个这个这种资呃 就是这个本票或者什么东西吧 然后等到你到了 你在路上可能带一些线线钱 等到你到了这个战场 或者你到了 或者说你把 你在这个这个战场上 把战利品全部卖掉 存在我这个银行 到到了家乡的银行 再把它取出来 上台也要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在大的战争中间 这种呃 其实叫logist 就是呃 物流 或者叫做这个呃 物流后勤 这件事非常重要的 那么 其实呃 明清的几大商帮的崛起 就有一些 就跟这有关系啊 特别是跟盐商有关的 和进商 就是呃 进商辉商这帮人 再下来呢 我们就简单说一下 胡雪岩 那胡雪岩呢 他其实算 应该算灰商吧 我记得 然后呢 胡雪岩呢 呃 现在也很有名啊 有很多电视剧 然后包括胡雪岩的 这个老家 呃 胡庆于堂 还有他的一些老房子 都是这种旅游景点啊 就是大家都爱 特别喜欢聊 胡雪岩多么多么有钱 他其实呢 基本上他的人生轨迹 一开始也是攀附官员 呃 攀附官员呢 然后呢 获得一些垄断利益 获得一些什么利益 最后呢 他棒上了左中堂 左中堂 为什么要跟一个商人啊 就有关系呢 当然会有些私利的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左中堂打仗 打仗真的是需要商人 这个就 这个就是刚才我 其实已经讲了一点 这个意思 就是说 你打一场战争 最重要的其实是 是是是 自重粮草 是这些后勤的东西 是这些这个物流的东西 那这些东西 其实商人 比传统的 我们想象的 政府派了一个军 派了一个推辆车 这个要强的多的多 所以呢 在这个过程中 胡雪岩 当然也因为 左中堂的权势 他就获得了很多垄断利益 赚了很多钱 但是到了后期的这个 清室里头的这些 这个官员的清亚 对吧 李鸿章啊 他们什么的 他们要打击左中堂的时候 他们就想到了一个说法 叫排左必先除湖 所以他们先去打击胡雪岩 把胡雪岩打破产了以后呢 就把左中堂也给拉下水 他是这样的一个目的 最后 胡雪岩是这么衰败的啊 然后后来更火的是盛轩槐 基本上盛轩槐 胡雪岩 背后都有一个大员 他们都是一种红顶商人 你可以这么理解 那 我们就看到中国古代 巨富的一些共性问题啊 他们的财富来源 都和权力有紧密的关系 在权力斗争中 就容易成为牺牲品 你看其实 陶竹公 当然是唯一的一个幸免的 但是邓通 这个当然 邓通这个不完全算权力斗争了 但是 一朝天子 一朝臣 对吧 你是上一代的宠臣 下代把你灭了 然后石虫就直接是 权力斗争完了以后 就被干死了 沈万三 我们认为他可能不存在 但是胡雪岩 其实也是死于权力斗争 那么 这些人呢 我们现在有个说法 叫白手套 这个白手套这个事呢 我觉得有的人理解的比较简单 其实白手套分成很多种 有一种白手套呢 是完全的白手套 就是他所掌握的财产 全部是官员的 这是一种 还有一种呢 就是说 他是跟官员有非常 深的勾结 就像这个胡雪岩这种 但他其实有大量的财产 是他自己的 当然中间可能有一部分 是替左中堂代持的 或者说 或者是他跟官员定期的 有一个 比方说 我的 类似于 比方说咱们说股份 定期的 我给你一笔钱 是这样的一种东西 现代的 官员和这帮 有钱人的 这个白手套关系 其实也是这两种 有一些 这个看着 生意很大的 他其实纯粹是代理人 但有一些呢 他不是纯粹的代理人 他有他自己的一些想法 但是他跟一些官员 有紧密的联系 那 在下一个问题 我讲 就是 1999年到2008年 这是当年的一个 一个事件 有人提出一个问题 说这个 在这个期间 胡润的这个百富保 里头呢 有49个 这个富豪 因为经济问题调查 判刑或者逃亡 所以说 胡润的百富榜呢 是个杀猪榜 就是说 就按着这个榜来杀猪就好了 那胡润呢 他们自己做了一个澄清 说实际上只有19人 是真正有问题的啊 这19人中间 包括一些非常有名的 我在这个 视频描述里放全部的 但是我在这里 就只念其中几个 可是大家知道 他是顾初军 但是最近顾初军 又开始在 他现在完全没问题了 出来以后 他又开始说 他的案子是 是冤案 对吧 那当然反正 但是他当年是倒了没了 谋其中 谋其中也是出狱没多久 现在最近没有动静了 唐万希应该挺有名 然后 周正义是非常有名的 当年上海首富啊 其他的有一些人 我不太熟 这个 这个里头好像忘了那个谁 或者那个时间点 可能比较晚 就是黄光玉 黄光玉可能是 这个新闻以后的事 黄光玉 最近也是出狱了 首先就是说 在中国的古代历史上 或者在中国的传统的 政治体制下 权力是唯一的 是最重要的 整个的经济 都受制于权力 私有财产没有那么重要 基本上也就是 权力让你付 你就能付 权力不让你付 就不能付 所以就回到我刚才说的 巨富都有个共性 他的财富都来于权力 所以在权力斗争中 容易成为牺牲品 最后只想聊一聊一两句 就说 为什么中国的顶级富豪 移民的不多 当然也有 比方说这个海底捞的 这个老板 叫张亮是吧 叫张什么 忘了 他已经已经到了新加坡了 然后我的这个前老板 因为我在盛大干过 我一年 我的前老板 这个陈大年 不是陈天桥 陈大年也是我的老板 陈大年是我的直接老板 天桥哥是我的老板的老板 对吧 大年哥的哥哥 那天桥哥呢 基本上是在一个中国经济最好的时候 把这个盛大的财产 基本上都 都给卖的 卖什么 整理整理的 最后 大量的带到了新加坡去 但他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是他当年的病很重 他当年其实是 一方面可能是要退休 因为病很重 另一方面他可能要出国治病 所以他是出去的不多的一些人 当然 现在我们知道马云在日本 但马云现在有没有把身份弄到日本去 他能不能把身份弄到日本去 还是他只能 嗯 就是用着中国身份在海外飘零 也都不知道 中国顶级富豪为什么不移民呢 其实 呃 移民的没有那么多呢 其实有几个原因啊 一方面 其实我相信很多顶级富豪 比我们更清楚 就是说这个钱只有变成美金了 放在这个海外的账户上才会更安全 呃 放在国内还是容易被没收或者出些问题 但是 呃 他们多多少少可能跟国内的一些利益集团啊 呃 政治势力啊 有关联 他们可能不能随便走 呃 就是你今天走了 那我在你这持有的股份 会不会因为你这个创始人离开这家公司 呃 而彻底就就就就呃 就是这家公司不行了 那我的股份不值钱了 有很多很多这样的问题 这就说句难听的 不管是呃 贪官的股份 还是普通人的股份 这也是个股东责任嘛 对吧 类似这样的问题 还有一些呢 就是说 嗯 顶级富豪已经很赚钱了 但是还想赚钱 呃 但是中国 制造出来的顶级富豪 很多是没法到国外去赚钱的 或者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这个服药玻璃 在美国开场 但是 你可能大概也能看出来 就是富豪玻璃 他还是有一种中国式管理 在美国开公司 就是说呃 在中国的这样的 中国和美国的各种政治制度啊 呃 法律啊 经济制度上 他其实是有巨大的差异的 所以 呃 有很多这个中国的富豪 他可以在国外养老 但是他在国外再去搞一些事业 他可能搞不了 如果他还年轻 他不觉得自己要养老 他还想做更大的事业 他可能就离不开中国啊 呃 当然有的 有的是因为他 没法走 有的是因为他 还舍不得走 对吧 所以呃 一有 中国一有风吹扫动 可能就出去躲两天 呃 一有这个春暖花开又回来 所以他 所以中国顶级富豪移民的 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多 好 今天这个节目就做到这里 谢谢大家再见